我今天呢 又來到了南投的 日瑞潭在 范特奇堡 它是位於在九竹文化村 車程大概五分鐘的地方而已喔 這邊是非常方便 如果去九竹的話呢 這邊真的是首選 CP值非常高 因為還送大家門票耶 送門票喔 九竹門票不便宜耶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 戶外停車區 這邊一區 那下面還有一個更大的 是遊覽車的 那如果沒有亂車座 也可以開放 一般的交車可以停車 那室內停車場這邊也有 地下室有室內停車場 所以停車沒有問題 不用擔心 絕對是OK 夠的 夠的喔 非常足夠 好 我們看一下這邊戶外的話呢 一整排的話呢 這邊就是 晚上的話呢 如果沒有人包位子烤肉 如果要訂位子烤肉 可以直接跟他們說 又另外付費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這樣開放 晚上呢 還可以在這邊聊一下天 這邊做一下齁 在這邊 整排的 這邊整排的 這邊整排的 這邊整排的齁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呢 還有一個特殊的喔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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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羞的跑掉了 小孩子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喔 羞的好肥喔 喔 羞的好肥喔 有沒有看到 超多的喔 不只喔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 更多 喔 好多喔 這算什麼 這算是 這算是那個 欸老公 老公 你來看 這個好肥 這算什麼品種啊 為什麼牠的養得那麼肥 那麼大隻啊 為什麼牠的養得那麼肥 那麼大隻啊 為什麼牠的養得那麼肥 那麼大隻啊 為什麼牠的特別大隻 巨無霸咧 真的 我覺得牠的怎麼那麼肥 你看一下這個 這怎麼那麼肥 吃太好了喔 你們實在是吃太好了喔 喔 你看 還有這個 那牠們運動的啦 吃太... 你吃帶跑了 你真的要運動一下 覺得牠怎麼那麼大隻 好可愛喔 可以讓小朋友在這邊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邊過來的話呢 來我們看一下戶外的 還有這個投籃球的 這個不用錢的 就這樣投 好 這是免費可以用的 這是戶外區 戶外區 再來我們看一下旁邊我剛剛說的停車場 這場區域的話在這邊 前面這邊斜坡下去 這邊有一大片的 如果是車位真的不夠的時候 下面這邊也都可以停 好 你看那戶外區這邊都有桌子椅子 那有時候晚上你就坐在這邊 好 跟朋友們聊天一下 那這邊前面還有販賣機 那有販賣機可以賣東西的 那停車場這邊夠多了吧 這個大卡車的 大客車的停車區 小客車也可以停在這一邊 非常的大 一整片的停車場 這邊不是問題啦 絕對夠停的 OK 所以大家放心 然後下面呢 這個下面旁邊 下面就是我們要兌換飲料的地方 兌換飲料就在下面兌換這邊 晚上會開放 好 下面也放一些青石 可以點了一些青石類的 配著飲料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做的就是這一棟 經典大飯店半特起寶 好喔 在這裡喔 他們經典大飯店其實有分兩個 另外一個 不是在這裡 是在前面 開車大概十分鐘 然後它是比較舊的管 我給你們新的 我們是給大家新的管別喔 好 現在要進去大廳 讓大家看一下大廳的感覺喔 這邊很多人都會拍照 好 往飯特起 來起來大廳囉 戶壞感覺很不錯 而且這邊早上起來的時候 空氣非常的好 那有些房間看過去呢 你外面呢都可以看到遠遠的山 很漂亮的山欄都看得到 好 那進來這邊的話 我剛剛已經嗶嗶過 好 這邊現在要嗶嗶一下 好 然後再來就是要QR Code一下囉 好 要麻煩的經過這個門進去 好 現在進來了 然後現在大廳 辦理入住的大廳就在這邊 大廳用的很漂亮耶 好 這邊你看喔 這個是真的 全部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木頭 這非常的貴喔 還有一些呢 也都真的 有沒有看到旁邊 那旁邊這個 全部是真的標本 所以請你用看的 不要去摸 全部是真的標本 都是真材實料的 不是來假的喔 好 都是老闆的收藏 後面呢也是真的 好 這邊可以拍照的 好 這邊 好 你看一下這個也是真的 用眼睛看就好 這個 這個也是真的 都是真的 讓大家看一下 好 這邊呢 是一樓的大廳 再來是地下室的話呢 還有一些休閒設施 是在下面的部分 大廳很漂亮喔 很大的大廳在這邊 然後小朋友呢 就會在那邊拍照喔 OK 好 我們待會要介紹的是 房間還有公共設施的部分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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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